这次我们讲一下臀中肌和对侧腰方肌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骨盆如果在冠状面上出现了不稳 那么假设是臀中肌出现了问题 左侧臀中肌薄弱 骨盆会向对侧倾斜 也就是左高又低 那么人体在臀中肌薄弱的时候不会哗一下子骨盆倾斜过去 这次的这个臀中肌薄弱 那马上这个地方的腰方肌会带长 你这薄弱骨盆倾斜 这个腰方肌会往上拉 所以结果是这一侧的臀中肌薄弱 这一侧的腰方肌会带长臀中肌的薄弱 那所以有些患者来了腰筒 是右侧腰筒 一摸腰方肌紧张 一测试腰方肌紧张 那我把腰方肌给他送去 不管用针刺 用签张 用冲击波 用各种方式将腰方肌的触发点 将腰方肌的紧张去除掉以后 这患者症状马上缓解 但是过一段时间 这症状很快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那么说明这个治疗思路 仅仅对症了 没有对应 那么它的原因可能是 这侧的腰方肌之所以紧张 是带长了对侧的臀中肌的薄弱 所以我们在进行腰方肌评估和治疗的时候 不要忘了对次的臀中肌薄弱 会造成这次腰方肌的代差 那当然了 这个臀中肌为什么会出现薄弱 我们来看一下 臀中肌通过卡经术 往下边扩筋毛张脊 这个扩筋毛张脊 臀中肌 臀大肌 一直往下 飞过长短 那这条筋膜线连下来 也就是说这条筋膜线的功能 是相一致的 筋膜和里面的 肌相一的方向 也是往这个方向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臀中肌 有问题 一方面可能是臀中肌确实 不争气 损伤薄弱 那也有可能是飞骨长短肌 或者是卡经术这有问题 造成了臀中肌的问题 所以我想说的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左侧大腿小腿外侧的这条筋膜线 出现问题 骨盆向对侧倾斜 那么接着腰方肌迅速带产 那结果右侧的腰筒 那么治疗思路可能在左侧下肢的测量 所以通过筋膜线 通过胸利学分析 我们应该知道 左侧下肢的测量和对侧 也就是右侧的腰方肌 它们有这样的带长机制 那同样也是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这一侧的下肢测量和对侧的腰方肌 也有这样的带长机制在 所以腰方肌有问题 不要忘了对侧的臀中肌 以及对侧的下肢 侧向肌膜链 感谢观看